近日,中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型智能纤维 简单说,它有三个功能 一是可以从环境中提取能量,发电发光 二是信息感知,三是信息传输 这样它不仅仅可以为客穿戴设备提供能源 还可以将身体、肢体移动的信号采集并传输 因此有人会说,这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机甲防护服的内衬 然而,这种材料可能在秘密太空计划中早有出现过了 在披露宇宙第12级第10集中 杰出的爆料人杰森·赖斯提及了极为相似的材料 我们的标准战斗服是基于几个必须协同工作的系统 底层系统是一种基本的制服 在其所有表面上都有许多看似缝合线的东西 这些缝合线是特别编织在一起的 这就是所谓的摩擦发电材料 是一种聚合有机材料 上面覆盖着导体 这样做的好处是,这项技术现在已经问世了 它的好处是,它不仅能在你移动时产生电能 还能作为传感器系统提供来自身体的反馈 因此,只要你想移动手臂 它就会注意到你在移动手臂 动力装甲也会随之移动 因为如果内部没有反馈系统 就会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 身上穿着150磅的装甲走来走去 那将会非常笨重和缓慢 而另外一个杰出爆料人兰迪克莱默 也提及过这种内衣 在火星国防军中 制服是一种保护性内衣 穿在动力防弹衣和环境保护服下面 这是一个液压装置 动力外骨骼 你的腿和胳膊都能放进去 还有驱赶部分 它是液压驱动的 我们穿在里面的衣服 基本上是碳灰色的 环境保护服重型盔甲套装 本身是亮橙色 杰森·赖斯从1996年 就开始参与秘密太空计划 而兰迪1987年就加入 所以 现在很多先进材料 在秘密太空计划中早就存在了 这个观点您赞成吗 我是阿良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